你有没有出现经常手麻手向过电一样 大家好 我是中医王大夫 经常性手麻要注意这四种疾病 尤其是第二种是非常严重的 手麻在生活中啊很常见 有的时候我们睡个午觉 胳膊压时间久了也会手麻 像无数只蚂蚁在这个手上爬一样 休息个几分钟这个症状就会消失 但是生活中还有一些人经常手麻 如果你有这经常性手麻 第一要警惕一个病 要警惕这个颈椎病 现在很多人尤其是这个喜欢玩手机的司机 还有一些坐办公室的容易得这个颈椎病 70%的颈椎病人群都有手麻这个症状 如果你坐着的时候 这个手啊就开始发麻 你改变一下颈椎的位置 比如说这样伸伸脖子啊 往后仰一仰旋转旋转 这个手麻的症状就得到缓解 这很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手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调理这个颈椎病 颈椎病调理好了 你的手麻就会好很多 颈椎病的调理 我们通常使用这个葛根汤 或者中成药 静腐抗克力 接着咱们要说你需要警惕的第二种是脑梗 如果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 一侧的手臂发麻失去支脚 同时还有头晕 这个协调能力差 站就站不稳 特别是本身呢 你还患有三高疾病 大家要注意 这个时候的手麻是从一侧开始的 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脂 最近经常出现手麻的问题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拍个片子 因为一旦到了脑梗 就比较严重了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本身这个高血脂压 动脉硬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一定要重视了 咱们再来说说第三种你要警惕的 叫慢性酒精中毒的周围神经病 这个尤其是经常喝酒的难事 如果你也经常出现手麻 平时的时候脾胃功能不大好 吃一点东西就容易肚子胀 恶心 然后面色发黄发青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肝脏的问题 咱们再来说第四种要警惕的手脚麻 就是经常麻木冷痛 要注意 又冷又疼的这种麻 一冷就麻得厉害 这是一个问题 是血壁 血壁就是血液流动受阻 流动不畅的原因 这个部位的气息它过不来了 自然就有麻木这种感觉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常用桂枝黄旗五物汤 桂枝黄旗五物汤这个药呢 有趋寒气补正气的这个作用 这个瘀血的问题基本可以打通 基本上可以把麻木搞定了 以上四种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受麻的情况 还有一种啊是糖尿病的人群 如果糖尿病人平时这个血糖啊 控制的不好 经常处于高血糖 这个时候呢会损伤到血管和这个神经周围 引发这个周围神经的变异 也会有这个手臂刺痛麻木的出现 关于手麻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手脚麻木啊 腿抽筋啊 关键疼痛的问题啊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来帮你分析辩证 关注王大夫 你会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关注王大夫